何老师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那何老师一开始 先把你的本科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本科啊 我其实是念气管的 那因为蛮早就出社会 所以我大概在 不到20岁的时候 我事实上就有蛮多 不同的打工的工作经历 那就一直觉得 我应该要用社会的经历 来去换取学历 有点这样的感觉 所以刚好也遇到家庭 可能比较没有办法继续念书 所以我就蛮早就进入职场的 所以你在大学就已经有在打工了吗 我在念书的时候就一直在打工了 然后我在蛮早 我记得我还没毕业 我就在广告公司打工 然后还没毕业 广告公司老板就跟我说 何莫正你毕业后就来 就来我广告公司上班 所以我其实第一份工作在广告公司 你打工就被老板欣赏 对对 我其实我其实蛮有 一直都是一个很 很有工作员的人 就是一直都在工作 从很年轻 然后我记得我在路边发那个派样 那就有一个 真的就是广告公司老板 就给我一张名片 就说你要不要来我们公司上班 所以我就去了这样 那其实就蛮有趣 我的一直都有不同的 算贵人在带着我 那我非常喜欢工作 所以从很多不同的工作经历里面 其实累积了一些不一样的经验 你年轻就这么有工作员的特质是什么 我记得我第一份打工的工作在加油站 在加油站 而且是中油的加油站 那你知道中油加油站以前喔 那时候刚私人加油站出来的时候 他会觉得私人加油站服务好好喔 送好多赠品喔 而且福利好不好我不知道 因为没去过 但是中油其实福利我觉得还可以了 那个时候在我们那个时代 时薪大概有九十几块钱 其实算是高的 那但是我常常在我的加油站的打工经验里面 我就常常遇到有客人跟我说 你们是私人的吗 这句话很鼓励我 为什么他觉得我们的服务跟私人的一样好 他有感受到我们对他的热情 那我觉得那个是在 我自己发现 我非常适合跟人互动的工作 我非常喜欢跟人互动 本来的特质就喜欢跟人家接触 对我本来就喜欢观察人 我喜欢跟人互动 我喜欢看这个老人家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动作跟想法 有时候跟他聊一聊 所以我对人有很大的好奇心跟敏感度 我觉得应该也是你很爱笑吧 因为你笑的话 就会让人家感觉很亲切 对不对 可能吧 很多年轻人打工就是一副酷脸 或者是一副那种薪水对不起他 所以他脸很臭 其实有时候 有时候不是 是我们年轻的时候都会那个 未说心词强说丑 就还是会有一点点 忧郁 忧郁了 难免啊 但是但是我自己觉得 我有发现在工作的时候 就是就像你说笑脸 然后我非常喜欢跟人互动 所以这个特质 我觉得是一个对我来说 还蛮特别的地方 那你的工作之历 几乎二十几年都在量饭体系 当初是怎么样进入的 我当初进量饭店 其实一开始也是在广告公司的机缘 因为我发现 我因为都是很菜嘛 吃几岁而已 然后很多老鸟就被挖走 就被客户挖走 就有一天老鸟被客户挖走 怎么办呢 我就只好代替老鸟的工作 陪着客户去不同的通路 去跟通路打交道 结果就发现 我们广告公司的客户通常就制造商 可能是做饮料的 做冰品的 然后我们到通路去 就问那个客长说 客长我们这礼拜要做促销 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好的位置 党位 对对对 但是那个客长要爱理不理的 他可能 拽拽的就对 对对对 那我本来平常我们开会的时候 对我们很凶的客户 在那个通路的客长面前 其实就变成 哎唯唯诺诺你知道吗 一物客一物 对 然后我突然发现 我应该我心里面有买了个种子 就是哎我觉得通路才是王 我觉得通路才是决定消费者 要不要看到这个商品 要不要买这个东西 最重要的这个关卡 所以那个时候 在我心里面买了这个种子 所以在后来我到了 其实就离开广告公司 我事实上还经历了蛮多不同的工作 但是有一天有一个零售业 那时候是爱买 就直接来找我 一个主管来找我 问说 哎你要不要来我们公司试试看 我完全没有考虑我就去了 因为我一到那个零售业 而且我一开始做的工作 是蔬果客 蔬果客的员工 我一早六七点 就到卖 到那个后厂去 负责收货 负责做这个零售业 然后你看到的东西 都是你平常在吃的 在喝的 在家里用的 吃喝玩乐的东西 我觉得哎呀好棒 我感觉到我进入到一个 跟我的人生的生活 很接近的一个零售丛卢 然后透过这个零售丛卢的学习 其实我在这些年来 学到很多不同的 在不管是食品啦 非食品啦 很多家电啊 各式各样在零售丛卢 卖的各种东西 我有一定的这种学习 然后有些好奇心 就从这个中间 累积了很多不一样的 零售通路的经验 可是你说你那时候在苏果客 每天要做很多繁杂的事情 要整理货 要打标签 要干嘛 你还有那个余力跟热情 去对客人笑吗 哎我 因为你其实大部分在 以零售 以那个苏果客来看 你可能一开始早上进来的时候 你就是要准备很多事情 准备啊 包装啊 收货啊 订货啊 这些东西弄好 弄好之后 你这些东西要干嘛 要进到卖场去 要进到这个销售通路去 所以我那时候就发现 哎其实在这个陈列的位置 你给他什么样的位置 你给他什么样的价格 他的销售会有不一样的变动 哦你就有在关注就对 对 然后我每天每天 我会去做一些 像我老 那个每次收货 每次遇到那些厂商 我就问他说 哎为什么这个 这个 每一个不同的商品的 挑选怎么挑选 不同的像芋头 芋头整箱来 你要挑大的呢 还是要挑小的 你要挑重的呢 还是要挑轻的 你知道芋头要挑重的 还轻的 芋头要挑轻的 为什么 因为轻的才会伤啊 芋头要吃起来 松松绵绵软软的 一顶一顶很轻的 就是同样的大小 比较轻的 它会比较好吃 芋头就这样挑 口感比较好 对 然后像萝卜怎么挑 萝卜一样大的 你要挑有裂痕的 还是要挑重一点的 还是要挑轻一点的 那个就不一样 萝卜就要挑重一点的 扎实的 因为它水分够多 在里面就好吃 所以其实很多的那个经验 我刚开始也都不懂 都是一个一个 累积出来的 那就让我 从这个 量饭店的工作里面 累积了 开了不一样的视野 我就累积了很多 从食品这个地方 来看到 我们在吃的东西 然后看到很多 不一样的面相 那我就开始觉得 哇 这太棒了 连那个笋子 有分夏天的绿笋子 竹笋 冬笋 然后可能前阵子的 那个贵竹笋 就是各自各样 台湾就有十几种 不同的笋子 那可能卖场不见得 都有卖 但是透过这些 这些进货 收货的学习 我好像就懂了一些东西 可是你那时候 还那么年轻 为什么你会在意 这种蔬果 不是在意化妆品 保养品 我很喜欢吃东西 我觉得那个吃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以前我在台湾 就是有时候跟朋友去玩 到一个地方 如果那个地方呢 他没有卖什么好吃的东西 我就不会记得这个地名 所以以前我都记得台北 那以前我朋友就说 我们出去高雄玩 玩回来 我完全不记得任何地名 我记得一个地方 叫燕草 因为燕草有好吃的巴辣 对 其他的地名我都忘了 因为你没有印象 所以我的人生的地图 是跟吃连结的 可是一个量饭店 几百个员工 同时在铺货 各科都有很多人 那为什么最后 大家命运不一样 你能够一步一步 走向所谓的专业经理人 有些人可能 还是在一样的科处 一直做基层的外场服务 你觉得差别到底在哪里 差别在于 我对于我的那个工作 我有一个不一样的热情 还有有时候 我们在 在我这个工作阶段里面 我大概是在 刚好我到总公司的时候 我本来在分店 没有个机会到总公司 到总公司的时候 我遇到一些 别人没有遇过的状况 刚好遇到那个 苹果日报来台湾 那这个媒体呢 他带了三个东西来台湾 一个东西叫做 黑心这两个字 一个东西叫做 狗仔 黑心狗仔 就八卦那些 对对对狗仔 然后另外有一个东西叫做 就自杀 就是烧炭自杀 那其实这个东西 对对量饭店的冲击是什么 其实在黑心这件事情 在他没有进来之前 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做 黑心商品 他比较敢踢爆很多东西 对他用很多的方式 然后不为这个外面的这些 可能商业利益 他用他的独立的媒体的能力 找到 就是找不又找到 就应该踢爆 真的踢爆很多 真的在国内一些不好的厂商 然后就做了一些黑心的商品 我知道甚至他们记者 会假扮工作人员 去应征 然后去踢爆一些东西 我遇到 我遇到大概 就苹果知道报纸 史上的第一个黑心商品的事件 就是 其实我的 我的公关的质疑还蛮坎坷的 就是 我其实是因为 台湾有黑心的商品 我开始做公关的 那其实也因为 有黑心商品 你需要出来面对媒体 去说明 然后去处理 所以刚好在那个阶段 在公司有那样的需求 那我们在工作上 也必须要 去处理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那时候在 几乎不管是 早期的黑心商品 到后来有很多 食品安全的问题 几乎每一个 在台湾发生的 大的这个 食品安全的问题 你都有经历过 我都有经历过 所以我大概是 所有放眼光去 公关这个职位里面 遇过最多黑心事件的 你刚刚讲 第一个是哪一个事件 大家都忘记了 叫泰瑞电视 大家知道那个电视 以前是球形的 对 球形那后面有个印象馆 那坏掉的时候 大家怎么办 就是回收厂 就是垃圾车收了就走了 收厂来去 收到回收厂去 那这个厂商他很聪明 他回收厂去 把这些坏掉的印象馆 拿回来简单的修一修 能够看了 装一个新的壳 到卖场买 然后用低价 然后用很便宜的价格 对 那个时候一台电视 大概还要三五万吧 那我记得我们那时候 一个档期 一个电视都不到 不到一万块 几千块的电视 然后大家一次可以买个菜 好几百台 上千台 所以那个量很可观 那那个厂商 他用这样的方式 其实就是真的 卖了很多的黑心电视 因为他 反正他那个回收的 几乎没什么成本 对 只是换个新壳而已 他可能换新壳 然后 但当初被查到 是因为 其实电视是一个 音师检验项目 你必须要有 标减局的检验标章 但他连检验标章都没有 所以他就回到 另外一个逻辑 叫做 当初我们在通路里面 我们通路的把关 也不够严谨 我们可能厂商给了我一个证号 我连查都没查 我只有登记 我就让他上架 那时候都相信厂商 厂商提供什么证号 你就相信 对 那你可能少了这个把关 或少了击合这个动作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是从这些黑心商品 的这些事件里面 去学经验的 包含台湾很多食安的问题 也是从一个一个 不一样的食品安全的问题 开始累积很多 原来这些东西是 不能够放在食品里面的 这些添加物他应该拿一些东西 放在哪些东西可以 哪些东西不行 这些很多的 这种食品安全的问题 其实他的浮现都是因为 我们遇到了一些 可能厂商他没有把 用这个添加物用到对的地方 甚至有些工业原料 用到这个食品类 常常有一个这个状况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食品 他添加物很多 那这些添加物 如果你没有很精确的 去查出来的话 其实他很容易会有 错误的添加的状况 所以这些黑心商品的话 回到量饭店的体系 就是要有个危机处理 所以那时候 你们的态度都是什么 我们其实早期 一开始都很害怕 不知道怎么面对媒体 不知道怎么办 其实通行一开始都会想逃避 但是当我处理到有经验了 开始一个一个累积的经验之后 我发现最重要的逻辑是 你要站在消费者的立场 去帮消费者想 到底我要怎么样 帮消费者做把关 我通路已经是在 零售业最后一关了 我直接面对消费者 那我今天一个消费者 为什么要信任你这个通路 到你通路来买东西 因为你有帮他做把关 你有品牌 你有你的专业的采购人员 你有你专业的这些 相关的计合人员 跟品保人员 他应该要能够做好 把关的机制 去得到消费者的信任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在思考危机事件的时候 通常像我们在面对媒体 我们想的不是 我要怎么处理这个记者 绝对不是 我们想的是 透过这个媒体的平台 我要怎么样能够 让消费者的利益不会受损 我要怎么样能够 帮消费者做把关 我要怎么样帮消费者 站在消费者的这个前面 帮消费者做检核 帮消费者做检查 能够确认 今天我卖给消费者的东西 都是安全的 是对的 对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 这个危机处理 如果你一开始讲不清楚 或者是你帮厂商圆晃的话 可能就越来越糟糕 对不对 没错我其实也曾经遇过类似的状况 就是我们一直在开会的讨论 我们的危机管理小组在开会很紧急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相关的人员 他选择相信厂商 那选择相信厂商就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 你有可能因为你的厂商欺骗了你 对 而你也一起受损 对 你被厂商也一起拉下去了 就是有点像你已经溺水了你知道吗 大家都在台里面 然后你可能可以救他一把 但是因为你没有跟他切割你就被他拉下水 所以其实在那个当下我们其实是一起溺水的 对没错 如果你今天选择相信厂商 但厂商他确实做了不对的事情的时候 这个部分是会很大的风险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处理这个 有了经验之后 你就知道你第一件事情你要赶快 就像那个骨牌效应 他已经在一直骨牌在倒了 你要怎么样用你的这个挡住的这个关键 能够让他不要再往后倒 能够及时的有这个挡住的这个防火墙 让他不会再往后延烧 所以要相信厂商之前 一定要看到他提供的一些证明 甚至你们一定要自己赶快去求证 而且这些事情要在前面做 等到发生危机的时候 你要这些东西 来不及了 都来不及了 一定是要在之前 你必须要能够在危机 还没有发生之前 你有很好的一个防范机制 假设你没有办法很好的防范机制 那你就只能够切割 你要选择你不相信厂商 你帮消费者先做把关 你先把商品做下架 你先把该处理的事情先处理好 让消费者的权益不要再受损 所以重点还是回到消费者的利益这一端 你要去思考消费者 他会不会因为你的把关不严谨 造成他的损害 可是这种黑心事件每次发生 对你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对不对 不管是商业或是实际上 因为商品先价价就是损失 然后你要赔偿给消费者 没错 然后当你回头找厂商的时候 厂商也许 两手一摊 他本来就是黑心厂商 你根本也没有办法求偿 有可能 所以这么多年来 是不是你带过这么多的量贩底细 大家现在都有一个共识了 就是对所谓的黑心 这些商品都有一些 标准的处理作业模式了 对其实应该这样说 当然就是一个一个的黑心的事件 经验累积出来的 但是其实在现在的 像有规模的这些量饭店 大家里面一定会有自己的内控机制 包含我会有集合人员 我会有平保人员 我会有一个一定的预算 专门在做我的商品的检验跟查核 我必须要定期的计划性的 去做我的商品的安全的查核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 所以我的平保人员必须要独立出来 他必须要是一个可能只属于总经理 只属于这个一级主管的 他能够很独立的去做品质保证的 这个帮消费者做把关的这个部分 就跟古代的钦差大臣一样 直接听命于皇帝 他才能够展一些婚冠 他才有办法知道 他才有办法真的找到问题 他才有办法在发生问题的时候 发挥功能 这个部分在现在零售业 包含很多食品业制造业 都有一样的状况 那你这个最高的位置 已经做到所谓的全国公关的 等于是发言人的一个角度 一个台湾的这么大的量贩体系 有什么问题大家都要找你 你那时候觉得是你职场的 已经最高峰了吗 对你来讲 我觉得人生是这样 我自己当初在当菜鸟的时候 尤其是在处理黑心事件 每天被记者这样子 追着跑的时候 对 我当初其实是很沮丧的 就是我也没有想到 我有一天会是会是一个发言人 其实你没有办法想那样 但那时候有一个主管鼓励我 他跟我说 他跟我说一句很重要的话 他说 哎莫真 那个你的舞台啊 是自己盖的 是自己搭的 你每一个舞台版 就是你今天要站出你的伸展台 你每个伸展台 是要自己去拿木头来盯的 就其实是你自己搭出来的 不是公司帮你盖好的 不是 绝对不是把别的卖弄好 你走上去的 绝对不是 是你要自己 一个阶梯一个阶梯 自己搭上去的 所以其实这句话鼓励我什么 就是让我知道说 其实你现在在做的任何的事情 都在做你自己的舞台的搭建 所以很多时候我当初在原本的那个就是零售业 然后然后后来后来遇到一些很多黑心事件 其实在公司内部是很沮丧的 因为因为大家会把公关这个工作 当成是一个比较像不好听点叫擦屁股的工作 就当别人可能可能外面搞了一堆 危机处理小组什么都 危机处理 就是你只有在处理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你才有价值 对 好事都不会想到你 对但那个时候的沮丧 其实我到现在都还很很很记得那个时候的感觉 但是后来我发现 哎不行啊 如果我今天跟媒体的互动 没有建立在平常的好的公关的互动上面 只有在不好的事情 你才跟他互动 你才跟媒体互动 其实是很风险的 因为媒体不了解你 或者是他就不信任你 对他不信任你 而且他也没有办法知道 为什么你 他没有办法站在你的角度去想 为什么这个公司会这样做 所以他只能批你啊 他只能打你啊 他只能够让你 就是成为他在 报道上面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 的部队的角色 对对对对 用力打 对但是 但是我后来发现 如果我能够透过平常的 好的一些新闻的经营 平常一些正面新闻 好的档期 有一些促销活动的经营 跟记者有一些互动的话 我能够累积这些互动 到真的遇到事情的时候 这些媒体他会有同理心 会变你的朋友 他会变成能够理解 原来因为你们总是会有这样的需求 所以在你遇到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 这些厂商发生这样的事情 通路会怎么处理 所以这个这个的过程 是一个长时间的累积 累积出来的 可是我们讲的是公共关系 就有点像类似交际应酬 那你觉得女生跟男生 会不会有差别 就是你们的平常 经营感情的模式是怎么样 经营感情的模式 其实我通常在 在做公关的工作的时候 我会常会 尤其在带年轻人的时候 我常会讲一句话 就是当媒体对你有需求的时候 你要尽你最大的工作上的能力 去协助他 去协助他 对 就是当今天记者打电话给你 跟你说他可能需要什么样的采访跟拍摄 只要你的判断 他不是对公司有伤害的 只要你判断他是好新闻 你一定要用尽你的权利去协助他 当他需要你的时候 你给他一百分的协助 甚至超过他期待的协助 当你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 就是他是这个互相供给跟需求的概念 我觉得他是一个 一个可以被累积跟经营的 跟性别没有关系 跟性别完全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想到传统的那种 联络感情的模式 就是有时候吃饭交际应酬喝酒 那个是男生的一些公关的模式 那你女生的模式就不太一样 对因为我不抽烟 酒当然难免聚餐会喝 但是一般来说 那个拌暖 一般的拌暖 跟我们在 以我自己在量饭店的 这个公关的工作里面 其实不太用这样的心 不太需要 在做 就是通常 通常我的状况是 我让我自己成为一个被需要的人 当媒体他有任何的采访需求的时候 他可以想到我 那我就是那个被需要的人 那类似说 像最近遇到一些疫情的问题 那可能大家会想要知道 那民生消费怎么样 他有没有什么变动 他有什么民众的这些改变是什么 量饭店有没有因为这样的疫情 做什么样的变化跟改变 有没有做了什么 让民众更方便的事情 当今天记者想要做类似的新闻 能够想到我的时候 能够想到我的公司 能够想到我的通路 那我就全力的协助他 这个是我在 我在做公关工作里面 最重要的拨诺 最重要的经营 就是我能够希望在工作的状况 不管是平常日还是假日 当记者需要我的时候 我就会出现 就用最快速的速度去协助他 所以我其实回想 我自己在零售业的指摇里面 我几乎很少假日是休息的 没有所谓的假日 对 可能随时是在接电话的状态 那可能今天记者有需求 我跟他讲完电话 他可能需要拍摄 他马上就要拍 我会马上就到拍摄的位置去等他 所以感情就是这样建立起来 因为这种新闻有即时性 如果你不愿意协助 或者是你要请示总公司的话 他可能找别人家协助了 他就不会再来找你了 对 所以当你成为一个很容易被找得到 然后当他找你 他都可以得到 他想要得到的答案的时候 那我觉得那个互动 会比你今天去陪他喝酒吃饭来得更好 工作上的协助 远比这个伴奴 对 工作上的伴奴更重要 这样子你就要牺牲很多 牺牲时间 牺牲假期 牺牲家庭 然后才得到工作上的 所以我其实 我其实有三个孩子 所以我的孩子对卖场都非常熟悉 因为他们的假日是跟着我一起去工作的 对就是像 遇到紧急状况就全部带去 像即使要采访嘛 那可能他是中午的新闻啊 那中午新闻大概十点要到你的店来采访 那可能八点多打电话给你 九点打电话给你 卖场他自己 因为孩子长得很像我 所以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何陌生的孩子 所以在卖场也不会不见了 然后大概我就去协助记者拍摄 所以其实在孩子跟我在周末的时候 一起去加班的情况是蛮多的 因为老师要应付这个记者及时的一个需求就对了 然后感情就这样建立起来 感情是这样建立起来 就说其实当记者在找到你能够协助他 在采访工作上的部分 你其实就这中间的累积 是比你真的去送礼物啊 吃饭喝酒来得更好的 对我觉得工作上的实际 人家才会记得你一辈子 你送个礼他可能过一阵子他就忘记 而且你知道那过年过节 有时候记者收到礼是很多的 他都不会记得谁送他什么东西 而且他一转手搞不好又转送出去 他根本就忘记是谁送的 工作的协助反而会让他记一辈子 那你是到什么阶段 你觉得你该停顿下来 包括现在在念EMBA 我大概在两年前吧 我开始觉得其实一个是整个零售业 零售业在翻转 包含你看到国际的一些趋势 你看到一些从欧洲国家 或从美国或从中国大陆 其实很多的不同的国家 他们来从这个零售业的变化 有很大的变化 而且都很多转电商了 电商可能不叫转 其实是消费者也随着这个时代的便切 他其实有很多新的选择 他有很多新的新的购物的方式 他不见得必须要用人走进去通路里面去买东西 所以其实当这个零售业在翻转的时候 我自己就有蛮多的思考的 那另外一块是我其实在公关的工作 也大概十几年的时间 我也觉得我好像应该要回到我自己 因为在公关就像我说我没有休假 所以其实我那敢隆 你知道每天转转转转转转 你觉得你一直处在一个很浮动的状态 我需要让我自己的心静下来 然后再一块是我 就是说我没有念很多书嘛 所以当初在学校的那一段 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应该要 再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然后再去学点东西 让自己的经验跟我的这些 就是能够 理论实物能够结合 能够能够透过学校的学习 把一些理论跟我的实物做些连结 而且我其实很喜欢跟人分享 所以我自己自己很想要 就是也把我的经验可以写出来 或是可以透过一些教育 或是很多不断上课的分享 可以跟不同年轻人分享 那个是我自己很想做的一件事 但是我如果不停下来 我没有办法做 可是你停下来 最面对的最现实的问题 就是每个月薪水的一个减少 那时候你家庭已经完全都没有负担了吗 不能说没有负担 其实家庭负担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但是我其实有自己有做一些理财 那我自己有大概算了一下 我大概可以休息多久 就是在这段时间 那刚好也遇到今年这个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自己也发现 我本来刚好我本来自己在休息 所以我在这段时间 我自己也给我很大的思考 我刚好心是很近的 所以我其实想了很多 然后也可能也还不见得知道 未来我可以做什么 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在一个 看得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越来越清楚的那个状态 所以疫情刚好来的时候 你正在休息 所以你影响很小 但是有很多人影响很大 你要不要对这些被疫情影响的人 不管是所谓的这个中年 或者是一些青少年给他们一些建议 就是其实居安思维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是 平常你可能在你有一些能力 你有一些赚钱的时候 你应该要能够存一点钱 这是一个 那再一个是真的遇到像这个状况 因为不是只有你这样 全世界都这样 全世界都这样 这个状况能够做什么 就是成钱啊 就是让自己趁这个机会 真的是让自己静下来 不需要再去冲冲撞撞了 你不要在外面跑来跑去 你真的就是在家里 好好的想一想 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原本累积的这些能力 我原本拥有了这些工作的经验 然后我对跟人的互动 我对工作的热情 我对很多不一样的事情的 这些好奇心 我在我的人生到现在这个经验里面 这些累积 它可能可以变成什么 它不见得马上有答案 但是你必须让你自己的心静下来 听一听你的心会告诉你 我觉得 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累积跟学习 那当然遇到这种全世界的状况 你真的就只能够停下来 我们台湾还是有继续工作 继续上班 继续上学 但是其实你看很多很多很多的国家 包含我们以前很喜欢去观光旅游的这些先进国家 他们是规定你这些人必须要都待在家里 都在家的 你是完全失去你的这些原本的经济活动的 所以其实在这个时间点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让心静下来的时间 就是你好好想一想 因为我觉得我们包含人类对整个大自然环境的这些叫伤害 或者说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是真的要想一想在人生短短的可能不到一百年的时间 你这段时间你可能只有活几十年 这几十年你到底想要留下来什么 你觉得你除了赚钱养家过生活之外 你的人生有意义的地方在哪里 那个含金量最高的地方可能不是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没错这个是需要时间然后去累积堆叠去浸层出来激发出来的 刚好最近是一个非常棒的时机 我觉得是这样 让自己静下来 让自己想一想 让自己去回顾以前的经验 回顾以往的这些过去 然后想一想未来我的下一步 也许可以有更多不一样的发挥 包括何老师最近也正在准备你的第一本书 就是把你过去多年的工作经验 你要不要先跟我们透露一下 先打个一个 就是我自己大概在零售业待了二十几年 那我就觉得零售业是一个非常好玩的工作 就是我自己非常非常非常喜欢量饭店 非常喜欢零售业 那我自己自己在零售业的很多工作经验里面 我自己也觉得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 当然也有一些鬼故事 但是不多 在一半店有鬼故事 鬼故事可能下一本书可以写 但这本故事里 这本我自己我自己其实等于是停下来之后 我自己回想我在零售业这二十几年 有很多在我自己很年轻 很从菜鸟的时候开始去想 我发生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那我把它写成一篇一篇的故事 跟大家分享 那也想要透过这些故事 能够去review我自己去梳理 我去爬梳我自己在过去的这些累积的经验 到底它为什么可以成为现在的我 就其实就很多的工作 很多的大家看到的 可能在媒体前面的 或者是可能可以很容易跟媒体互动 侃侃而谈的那个公关 那个背后的累积是从哪里来的 我觉得这本书可以让大家看到一些 从量饭店出来的故事 然后看到一些 我很希望能够让年轻人 多一些对人的热情 然后对工作的这些好奇心 然后可以透过你自己年轻的这种能力 然后累积你自己的实力 那未来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 而且我相信里面一定有很多 这个黑心食品的公关危机处理事件 对不对 没有很多 但是有 对我们非常期待 到时候再请我们何莫珍亮饭女王 再来分享 好谢谢 好谢谢